自全面網上足球節目 自補環的配搭 自強的加分陣容 每周為你分析本地及按摩球場 最update目向 至高無敵 回到第二節的至高無敵時間 有這個球衣台的環節 想研究一下球衣 或者有些興趣想知道 要留心聽著 會說什麼球衣 其實今天想講 除了講 我們有個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講 在球衣中有些特徵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譬如這件 這件是歐聯 利物浦曾經出過的歐聯球衣 上班有些星星 有五顆星星 大家都知道 因為利物浦贏過五次歐洲冠軍 所以有五顆星星 多過孟聯 孟聯只有三次 一定多過孟聯 19加3和18加5 這些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 其實今天想講一下 球衣上高有很多 為什麼會有些星星 有些星星是代表什麼東西的呢 那 阿楓 先去第一幅圖 這一張就是祖雲達斯的球衣 今年的球衣 祖雲達斯就是第一隊球 在球衣上高有星星 其實他的星星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不是代表他拿歐洲冠軍 其實在1958年祖雲達斯第一次引入了這件事 就是祖雲達斯贏了十次的聯賽冠軍 就是二甲聯賽冠軍 那就有一顆星星 他就有兩顆 因為祖雲達斯已經贏了27次的聯賽冠軍 嘩 很難拿這顆星 要贏十屆的冠軍才能拿到一顆 所以國米和AC米蘭都贏了十八次 都是第一顆星而已 我們的網友五月雪馬上有回應 十次聯賽 是的 知道你知道 你是早記的擁躉 所以很多球迷都知道在二甲呢 可以回來的畫面 是的 好 我們繼續 那很多球迷都知道 如果在二甲的球衣裏面 就是 譬如我 剛才看到祖雲達斯 另外就是現在 我手上拿著這件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上高有一顆星星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有 一顆星星就代表他贏過超過十次的聯賽冠軍 那這些就是 二甲的球隊 他們代表了 二甲星星的代表性 是的 即是他拿了幾次聯賽冠軍 那 這個例子一開 然後很多聯賽都效法了 那大家在畫面看到是阿積士 那阿積士 那阿積士有三顆星 而阿積士呢 因為他贏了三十次 所以他就有三顆 即是每十次一顆 跟二甲是一樣的 那其實 除了這些聯賽 即是何甲、二甲之外 還有什麼聯賽會是這樣呢 還有一個就是 德甲 那我們看一看下一張圖 德甲你看到 這件就是拜仁慕尼克的球衣 拜仁慕尼克的球衣 就看到有四顆星的 那四顆星是不是代表了四十次呢 又不是 那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拜仁慕尼克贏過二十二次的頂級聯賽冠軍 那這些星星是代表了幾一年 有一顆星星的呢 或者是怎麼來的呢 拜仁慕尼克 又關不關拿歐聯士呢 是的 歐聯我最初都以為是的 因為拜仁慕尼克是拿過四次歐聯冠軍的 但是 這些星星又不是代表歐聯冠軍的 德甲呢 其實這些星星也都有制度 去規限的 他們呢 是拿幾多次聯賽冠軍去定的 他由 第一顆星星呢 就是拿三次冠軍 第二顆星星是拿五次冠軍 第三顆呢 即是要有三顆星星 要拿十次冠軍才可以有的 而好像拜仁慕尼克 要拿四顆 就要二十次才可以 拿四顆星星的 哦 那就是說 這樣算法 哇 複雜了一點 是 德甲是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去下一張圖 這件是多蒙特的作客波衫 看到有一顆星星 大家都知道 多蒙特上年就是聯賽冠軍 多蒙特總共是拿了七次的 德格 德格的頂級聯賽冠軍 但是為什麼只有一顆呢 因為剛才說五次就已經有兩顆了 哦 那他因為七次 又未夠拿兩顆的次數 他夠了 五次 五次就可以拿兩顆 三次就是一顆 五次就可以拿兩顆 那為什麼只有一顆呢 因為多蒙特 其實他在 現在我們看的德甲 其實是1963年開始成立的 而多蒙特拿了四次的德甲冠軍 即是現在打的德甲冠軍 他是拿了四次的 但是他還有三次的頂級聯賽冠軍 其實是在 六三年前 六三年前 其實在六三年前 德甲是分開了不同的聯賽 多蒙特打的那個是西部的超級聯賽 他有多蒙特 德蘇多夫 科龍 蕭克04 這些就是打西部聯賽的 而巴尼姆尼克 就是打南部聯賽的 但是巴尼姆尼克的興起 其實是在七十年代的 所以巴尼姆尼克拿的 剛才所說的二十二次冠軍 有二十一次都在現在的德甲裡面拿的 嗯 所以呢 剛才B19講到 又講回少少少德甲聯賽的歷史 所以以往六三年前的德甲聯賽 叫做聯 六三年之後 亦都有個名叫德國聯邦聯賽 聯邦的意思 大家知道什麼 就是 終於一統回整個國家的聯賽 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有一個聯邦聯賽的說法 所以德甲比較複雜 還有 因為他後來東西德又合併了 東德的其實有一支勁女 我不太記得名字 但是他都拿過超過十次的聯賽冠軍 但現在已經在第四組別 正在踢中 德雷斯頓大南部 好像是 應該是 他也是有星星在衣服上 有三顆星星 但是現在在踢中 一個這樣的組別 有這麼多顆星星 又真是嚇到人 第四組別的聯賽 這個就是德甲 這些就是一些有規範的 例如 土耳其聯賽也是 土耳其聯賽每五年就一顆星星 譬如塔西雷贏了17次 就有三顆星星 這些就是一些球會有規範的聯賽 一些星星制度 香港又沒有過 沒有說沒有 香港沒有 中國也有 譬如深圳那次有顆星星 日本也有 其實如果香港有的話 藍華那些都可以有很多顆星 如果藍華有 我想整件衣服都是星 那就算多一點 十次一顆 唯有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都拿不到 踢不夠十季可能已經退出了 沒有啦 藍華 當然是厲害一點 是啦 跟著我們看看 又說一些 英格蘭的球隊 這隊球可能大家可能很陌生 這隊叫哈迪斯菲爾德 哈迪斯菲爾德 哈迪斯菲爾德其實 他的衣服上都有三顆星星 那他的三顆星星代表什麼呢 其實哈迪斯菲爾德 其實他在一九二幾年 連續三屆是拿過聯賽冠軍 頂級聯賽冠軍 嗯 其實他現在 雖然他落了英甲 但是還是那件衣服還有星星的 其實少數英格蘭球隊 是還有這個傳統 就是有星星這件事 其實現在只有幾隊友 現在在英格蘭裡面 啊 我可不可以檢查一下 或者普雷斯頓有沒有 就是這個第一隊 拿頂級聯賽冠軍的球隊 一百八幾年的時候 我所知就沒有了 就是還有幾隊友 譬如說有哈迪斯菲爾德 搬尼 另外就是葉兆逸子 都有的 英冠英甲聯賽 這個哈迪斯菲爾德 就是紀念他有拿過三次聯賽冠軍 那他去夏福濤 這個比較合理 那就有點無厘頭 好我們再看看夏福濤 這個無厘頭的代表 這隊就是葉兆逸子 這個就是寶爺 大家都很熟 今年是葉兆逸子的 他上班有三顆星 但葉兆逸子是沒有拿過三次聯賽冠軍 也沒有拿過歐聯 捉總盃 捉總盃算不算 是的 你說得好 其實這三顆星 也不是三次的捉總盃冠軍 他其實是紀念他六二年拿過聯賽冠軍 七八年拿過捉總盃冠軍 還有八一年拿過歐洲捉協盃冠軍 歐洲捉協盃冠軍 大家都記得是Bobby Lubsen 就是大力球隊郎 歐協冠軍 八十年代頭葉兆逸子真的挺瘋魔的 所以Bobby Lubsen也去了英格蘭 這個比較無厘頭 三顆星都不同代表 那麼再下一篇 是 這個就是無厘頭之罪 有個網友已經先來一步 曼城也有三顆星 看來Kent 007也是 非常之聰明 他是一些球衣人 很多人都留意到 也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曼城會有三顆星呢 曼城是沒有拿過三次聯賽冠軍 只是拿過兩次頂級聯賽冠軍 三六至三七年 六七至六八年 兩年而已 歐聯也沒有拿過 那 他拿過歐洲盃賽冠軍 拿過一次的 但是 為什麼會有三顆星呢 我檢查了很久 其實 有很多球迷 可以紀念他 每十年一次 沒有拿過盃賽冠軍 所以三十多年所以就拿三顆 曼城市的良民證都好像我們的身份證一樣 要有三顆星 後來我檢查官方的解釋 純粹是一個設計 是沒有意義的 也解答了網友的問題 其實除了球會之外 可以回來了 這個是比較無厘頭的 我都問了很久 我都留意了很久 找了很久 我都找不到答案 結果看官方的解釋 都是這樣 其實這些 就是一些關於 球衣的趣事 當然除了球會 也有些國家隊 也都是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最早是巴西 好像賣衣服 B19旁邊那個位 有賣相手 嘩 這件事真是很清聰 這件就是 科特迪亞的 2010年世界杯的球衣 他有一顆星 一顆星 其實 是代表他 網友說你反高潮 最後拿一件科特迪亞出來 不是啊 OK啊 罕有啊 這樣都叫反高潮 你的思路真是有些奇特 我都買了 其實他紀念他92年 拿過非洲國家杯 其實國家隊最先引入 就是巴西 巴西在70年贏 世界杯冠軍 第三次 由70年開始 球衣就有三顆星 直到他 之後再拿 再加一顆星 但是也有點怪怪的 譬如 烏拉圭有四顆星 烏拉圭拿過 兩次世界杯冠軍 沒錯 其實烏拉圭為什麼有四顆星呢 因為還有兩顆呢 是紀念他二幾年 拿過奧林帕運會的冠軍 因為當時還沒有世界杯 那麼他之前最高永遠就是 奧運會冠軍的了已經是 所以他有四顆星星 就代表兩次世界杯 再加兩次奧運會冠軍 有些網友說 DRESS DRESDEN 是不是你就是說那隊已經 落了最低組別的 一隊拿過很多次聯賽冠軍的 一隊前德甲球隊呢 東德那隊呢 可不可以說個中文譯名給我聽 一時間我真的亂想不到這隊 是有另一個什麼名字 喇 搞定中文名的話 就可以鋪出來給我們看 今天B19的球衣台來到這裡 剛才我很有印象 我問你是不是有關於竹種杯呢 其中一顆 因為小弟有生 這麼多年裡面 第一次看球 正正就是 第一次追球來看 應該說是1978年的 英格蘭竹種杯 那一屆我很深印象 因為 為什麼我喜歡阿仙奴 其實在這裡告訴各位 就是說 那一屆開始 德雷斯頓 麻煩你 1023 那 德雷斯頓 是不是德雷斯頓 就是 是吧 OK 應該是 其實我剛才說得對 那好吧 那 我講的 不是你講的 德雷斯頓大難部 好啊好啊 我很喜歡即時互動 大家溝通 是啊 我說得對 你的反應很熱烈 其實真的 東德球隊 說來說去 現在沒有留在甲組的話 就只有那幾隊 沒有留在甲組的意思是 說回七八年竹種杯 我記得阿仙奴一直到四強的過程 就是對利物浦打了四次 那時候是和了場又重賽 那樣的 結果第四次終於可以 險勝利伯寶 全部都一球上落 結果去到決賽 想著對葉氏育治 那時候還沒去到那麼厲害 想著全世界贏硬 結果去到 臨尾下半場的中後段時間 就被葉氏育治的球員 羅渣奧士伯 搞定 所有球 就贏1比0 我從那時候開始喜歡阿仙奴 所以我永遠都會記得葉氏育治 帶給我的 不知道 其中我們今天有留言的阿近 和不同意 看過那些書 好像那本叫Fever Picture 就是說 一個球迷 除了開頭 就是一間球會 帶給一個球迷 是喜悅之外 其實接下來帶給大家 帶給所有球迷 都是傷痛 和悲哀 不知道B19 歷年來為利物浦追捧了那麼多年 有開心的時刻 但其實也有更加多的失望 大部分 大部分 OK 那我講到阿仙奴 沒錯 這個Tech 講得那麼長的話 有個引子告訴大家 又是去到阿仙奴球迷天地的時間 聽一聽 這班人贏完車路士 這班阿仙奴球迷 講些什麼 천taa 今天聽到董米的聲音 鳴聲叫煞露 為甚麼 都沒有興奮完畢 隔了幾天也沒有興奮完畢 我們幾個人都沒有興奮完畢 包括 未興奮完的 eclipse 有未興奮完的 Yookie 有未興奮完的Henry,還有我文傑的 剛剛過去的週末聯賽,叫做開早場 我們的外隊阿仙奴作客,車路士的士丹福橋 贏了5比3,一場大手交易上落的一場球賽 其實好像說到入到五球好像很多 其實對方也入了我們三個球 車仔那天的表現來說 想不到他們的後防似乎甩漏的毛病都很嚴重 Yuki好像你分析到她的原因,你那天跟我說 後防有兩個,你們的男人不要滾那麼多 即是說後防兩個大滾有腳軟 那天又不見你這樣說,我說的時候又不見你禍應我 所以說的是剛剛那天,星期六也是阿仙奴的亞洲官方球迷會 亦搞了一個看球派對 我想簡直是有生之年,未曾經歷過一次這麼激烈的看球派對 即是那天我們狂歡的氣氛簡直好像暴動一樣 對,我跳了一場沙發,我怕踩爛酒吧的沙發 但不理得那麼多了,大家一起跳了上去 即使你不是阿仙奴的球迷 應該都會覺得那場球賽,其實入球的進程 以及跌檔的位置之間的時間性、緊湊來講 的確是一場蠻扣人心弦的賽事 老實說,阿仙奴那方面,我們要讚的有幾個人 特別是要提點的,不要說尹佩斯入了三球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但有一個無名英雄,我覺得是大家 譬如這場球賽後忽略了,多點提起他的 那就是這個後防的一個大老人物,高斯爾 我覺得他那天那場球,也都是這樣說的 基本上數據上,他百分百清走任何球 你可以看到費人道塞尼斯,史度力志 還有再換進來的盧卡古,都被他收死了 盧卡古沒得好說,他沒有速度 我不知為何波羅斯把他打邊 接著費人道塞尼斯,基本上他是入不到禁區起腳 他只是在外圍射球 即是我覺得後防是令到車路士前鋒是找不到色 不過這樣說,我們亦都失了三個球 有很多朋友都認為,頭一二個球又是梅迪薩卡 是否可以避免得到呢? 譬如說他的位置好些,又或者硬淨些少些 就不會比林伯特和泰利四入 我自己個人看法,譬如說第一球 為甚麼大家說梅迪薩卡有問題 為甚麼其實不賺一賺 其實是他們出球的馬達,其實那個球斬得很漂亮的 我想你給任何中堅的話,面對著這個左腳的大斜角 這樣篩過來的一個長傳 老實說,很多中堅都應付不到的 還有第二球呢,其實防守阿仙奴有一點點甩漏 就是阿余傑跟我說回 沒有人手近處,即是門處位 國球的時候呢,以前就是離棄了我們的 A高 A高和娜斯尼都是手近處的 但是昨天那場球正正就是沒有人手著門處 如果有人手著門處,我覺得那球球可能就沒有機會進了 另外要提一提的就是 坦白說就是上半場打得不是太出色的 這個安德魯山道士 這個巴西國家隊的左閘 鎮守阿仙奴的左後防其實有幾次都被對手爆過的 使徒力智那些包括 其實產生險象的,即是直接構成威脅的 下半場Henry,入了球之後好像兩回事 這個人 他本來是打防守性未必那麼出色 但是在助攻方面去做一些球呢 我見到有聲有色 我自己回去看了 上半場我重看了一次,下半場我看了兩次 因為下半場比較好看,就可以看了兩次 但是我很留意山道士 那他呢,基本上呢 他可能重身 他被人一擺呢,他通常都被人過 特別是第一球馬達 他一擺呢,他就脫了位 就被馬達出了一球球 但是呢,他有一件事就是呢 他很聰明 他是每一次呢,上來助攻的時候呢 都是趁寶欣華,脫了位之後 他殺上來 他入二比二那球 他就是寶欣華包了中間 他就是那一下殺上來 就是我覺得,他這個做工的頭腦 他插個位的時間性是很準的 也都不怪乎呢,其實在巴西國內 有很多所謂打後衛的球員 其實最先 我想巴西每一個人最先 原本想踢球的話 都是想踢前鋒的 對,沒錯 包括其實山道士 正正,山道士是一個前鋒來的 左邊鋒來的 只不過是可能 就是這個所謂 你可能打前鋒 又未必夠其他的 攻擊球員增足的時候 慢慢慢慢你適應到 可以給你一個 後移的位置 又站得住腳的 那就OK咯 入了巴西國家隊 那場球我看得到 我很同意Tommy所說 其實他就是因為有個前鋒的恩子 他才可以偷些時間這麼準 或者做工 好像永遠都好像 可以有很多空間 給他去做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頭腦上面的把握 不過 我們失第三球 其實他也有一點點 因為他的 教室球 教室球 誤傳 這個都是要 讚之餘的 有一點點 不值得爭的 這個地方 另外呢 另外一位無名英雄 我就覺得是桑志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些外國的網站 甚至乎賽後球員評分 Henry 都評他 那個分數 譬如說是十分滿分 都是六分 六點五 在我心目中他有八分 起碼 差不多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桑志 本身我很喜歡桑志 近兩位都是桑志的名字 看到他這場球 塞地三球球的時候 差不多 都能夠分到那個球 他是盡力快 看得到很有質素 他拼勁的精神 挺好 這場球是 他回了後 包包後面的球 又做了前面中間 又做了一些工事出來 他看得到很好 但可能 主要是 魂佩斯 或者 高斯利 都拿了一些分 而忽略了一些 中場的無名英雄 是的 所以特別是在這個 球迷天地上 用我們球迷的身份 提醒大家 其實 塞地三球 馬達尼射得很漂亮 這個世界球 但你看到那個鏡頭 如果桑志 真是再快了半秒的話 嘩 可能已經剷走了那個球 有時差之毫利 就謬之千里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其實阿仙奴近這幾年來講 是一支 我想全英超 乃至全世界的 所謂的名牌競女當中 真是最有戲劇性的一對球 對 沒錯 我都覺得是 沒錯 你勾冠你對巴賽 上年那場 我想都是一個經典來的 反勝巴賽 我真的沒想過 巴賽 是否可以被人反勝 或者那些球員說 你贏了一場巴賽 那就不代表什麼 可以這樣說 我們講一些失利 你們很喜歡聽我們講 輸二比八 那時候 輸二比八 又或者去界的時候 聯賽杯決賽這樣輸發 又或者是 聯賽對西布朗 這個史基拉斯 又跟艾蒙尼亞之間的誤會 輸了給西布朗 那這些 我覺得 可以提供了很多 茶餘飯後 球迷談論的話題 正正都是來自阿仙奴 不是阿Q精神 不是跌落地 扒扒扒扒 而是 的而且確 你很難找到第二對球 去同樣有這麼多 一些 戲劇性的話題 不要說那些太利 A高那些 或者是其他的球員 有些私生活不檢點 不要計這些 而是說 純正的一個 一間球會在比賽上 過程有一個跌倒性 我想阿仙奴 也只是手屈一指 另外要說的是 這場球 是我們作客贏的第一場 亂賽上 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計算 英超那麼多支球隊的 作客分數 我們還是排位三位四位 所以我們 冰工廠仍然要繼續努力 這方面 不值得自滿 不值得什麼 而是實際的分數上 顯示出來 我們還是負數得失球 作客的成績 我看過都是排位四 尾五左右 不是我們所謂 勁女級的 應該有的表現 但慢慢 我覺得這場球 因為作客贏了這麼強的球隊 在士氣上 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回去看完車好市 其實我有少少想說 Big Four的情況 車好市 我看了這麼多年 由王入主了 基本上 車路士對相我們 都是打一個 穩守突擊 是波瓦斯來了之後 他就打著攻 所以 以前是摩連羅 或者是 十一兩領隊 他們贏了球之後 一定是縮的 安守落體 安守落體 都是會打穩守突擊 其實如果 當時上半場 2比1之後 波瓦斯回去 他不跟我們鬥攻 其實是不會出現 5比3的比數 某程度上 我覺得 亦都引證了 誰敢跟阿仙奴對攻 其實是沒什麼好處 要贏阿仙奴 你只要去 穩守突擊 所以今晚馬賽 究竟他守還是攻 其實他都很大的問題 所以引證到 我覺得 12月 我們對曼城的話 曼城一定攻 我想這場球 都是大手 那你說對曼城 其實很可能 在大半個月的時間 已經要對兩次 因為計算 聯賽杯的八強抽籤 聯賽杯的 接下來的回合 就在11月底 如果你計算下去的話 會出現一個 先打完聯賽杯 再打聯賽 對曼城 我覺得現在阿仙奴 也是 沒得想的 無論你說以往 聯賽杯 現在都不是杯仔 太多對爭 冰家必爭之地 聯賽杯 現在分分鐘 比季尾的竹中杯還要緊 老實說 因為竹中杯 最後可能勁類 有其他東西爭 反而可能會不要 這樣 我覺得現在每個場球 都要盡力去贏 說回今晚 近一點的場 對著馬賽的歐聯賽事 我覺得應該謹慎地 拿了三分 如果拿了三分的話 數字上已經是出倒線 就是說 因為後面的球隊 都應該過不了 就是說 今晚拿了三分 而拿了十分的話 馬賽只有六分 依然 另外 那邊又三分一分 別管 那邊 因為最後兩彎 他怎樣都過不了我們 特別是我覺得 如果是 因為兩場球同時間舉行 我覺得反而是奧林比亞高斯 對多蒙特那邊的戰況 可能會看著這邊來踢 如果馬賽真是輸的話 或者感覺到比數已經落後太多 2比0 3比0的話 奧林比亞高斯可能 那邊都會影響到他們的發揮 會 那當然會 如果那邊 再贏的話就同分 同分的 那他有機會出勝 那多蒙特也有機會 因為多蒙特 你之前說放棄 但問題是 如果多蒙特 如果他今晚贏完 再贏完馬賽 他又再回來 有機會欠一個歐聯 就是次直出勝的席位 好 問問問Yuki 接下來 今晚的賽事 你覺得華美麟 好像勝傳 又會放回他打正選 那即是抽走誰呢 抽走 上個星期我問過你這個問題 再問你一次 抽走梅迪薩卡 為何這樣看 始終我覺得梅迪薩卡 可能都要休息一下 見他身長腳長 又跑得這麼劈力 那你不叫我休息一下 我都叫你戴著的 今集 我夠身長腳長 不同的 不同的 但我怕華美麟 好像真的 聞完 現在很玻璃 我怕上一場 他都無緣無故抽筋 嚇到我們每個人都 嘩 馬上查一下 是不是又傷幾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 其實華美麟 都是幾危險 其實我真的要加粗一點 不過現在的醫療 現在好了那麼多 都不是那麼的 都說了 我們有個新的醫療中心 還有呢 預賽於操都要的 有時候你一邊操 不讓他下場 或者不讓他上陣的話 都是 都是反效果的 我覺得 我覺得中堅有個競爭性都好 即是 現在說 傳媒說高露托尼 都 甚麼 那麼夠競爭 我覺得 未必真的會回來 我不是很相信這個傳媒 雖然是 現在假設 如果他回來的話 會產生過甚麼效果 我想 後防 托尼來到 我都覺得他未必有位 但 多了一個競爭性 我都會是 即是說 你群球員之間 不可以說有必然正選的情況出現 大家的競爭性 自然就要進步 其實我覺得 托尼其實上 他精神領袖 但會不會是精神領袖 帶來甚麼對球的東西呢 我現在不會讓他做回這個領袖 尤其是你看上季 曼城托尼 我覺得他不太好 所以 為甚麼 今年文仙尼 都沒有正選打呢 其實 是有少少原因 對 絕對是 所以 我不覺得 現在來說 我覺得 戈斯尼 華美倫 莫利曬卡 三個都會在他之上 我都會這樣看 三個都會在他之上 所以 我不覺得他來到 即是雲家還要放一個球員回來 除非你真的夠價 我覺得 無需要 我不會把這個名額 把這筆錢 去買一個中堅 還有 如果要 叫回來的價錢 都不會太便宜 所以 我覺得不會用一塊錢 去再買一個中堅回來 即是 你寧願 可能買前鋒 或者左右兩邊閘 都 我不會再動中堅的位置 現在中堅 戈斯尼 八面玲瓏 我想 你看回 現在就算你萬聯 廢迪南已經 退了下來 即是跌了 沒有的 那一場球都沒有正選 那你其實看回 就算是 維迪 我覺得已經比上兩季 跌了 跌了 其實我覺得戈斯尼 現在 在英超 即是 我覺得是 五大中堅之一 其實戈斯尼 很特別這樣說 之前我都說 早上季 我都不懂得踢 結果今年 他真的進步了 一來 適應 適應了 還有二來可能對著 歐陸式踢法 比如歐聯 或者對著 頭那幾隊球 都是踢些 斯文少少的球 即不是說 禁止勝踢法 他幫助會很大 這件事 是一個優點 適應了 適應了英超 兩個賽場 兩線的發揮都好 好啦 今天的阿仙奧球迷天地 又來到這裡 Tommy 既然上一次 我們這個看球派對 搞得這麼開心 我記得那天 完場之後 有很多球迷都問 什麼時候搞一次 是不是一個月搞一次 一個月搞兩次 下次不好了 你先說明什麼時候 這個我真的要再研究一下 最可能應該是 會對歐陸 十二月頭 中斷了一場 十二月 還有曼城 那場作客呢 就是 星期日的凌晨 即是星期一的凌晨 可能 翌日又要上班 但我相信 我自己都會出來看 因為曼城 我都說 阿仙奧 即是哪一隊球 跟阿仙奧鬥功 都會很精彩 是的 亦都死得很慘 就如車路士一樣 真的很慘 他們死得而已 我想有些球迷 立刻反駁你 哪一隊死得更慘 哪一隊? 看過就知道 因為我覺得 曼城的後防 不是真的那麼穩 還有曼城是打一個人而已 我覺得是打大衛斯華 那大衛斯華 真的是一個神級的高手 整隊曼城是圍著他們 現在 萬一 萬一 是有些傷患 其實曼城又有機會跌鑊 好了 今天這個球迷天地的時間 又來到這裡 總而言之 現在沒得想的了 應該要審慎地 謹慎地打好每一場球 每一場球都贏 重新建立 兵工廠一個連勝的信心 才是最重要的 好 節目時間又來到這裡 今晚打老虎 今晚打老虎 好 好 球迷天地來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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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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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好 好 好 整個球球是相當有組織性的 看到那隊球開始掌握到比賽節奏 亦都可以找到門路去做公門 但問題就是,對屯門那場球看到的後防是頗不穩的 亦都跟中場的連繫也頗缺乏的 但對南華這場球看到的後防和中場的串連是好很多 銀牌打兩回合,主客制兩回合 這個剛剛的星期六日就是舉行了首回合的賽事 B-19日都講到深水埗一些成長可以見到進步的地方 特別是,有兩個場面我很深刻印象的 先講上半場就是,深水埗的前線球員 攻擊球員的王威 他先在中場以禁區之間,即中間的位置 先吸過吳偉超再推過祖爾 然後被祖爾拉低了 這個我覺得一個年輕人 這兩個大高級中堅,在港甲來講 他有這樣的膽識去,還有這樣的技術 有這樣的體能去做得到 這班人只差經驗 所以王威這個個人動作 我自己很深刻印象就是,深水埗的球員真的很有潛質 假以時日的話,可能是未來港甲的動量 我意思是指一班頂級華人質素的球員 我意思是指 另外羅廣威,下半場有一下就是 在左邊的,左邊線比李志豪的那一刻 又是很清脆令狼 又是比李志豪掃低 這兩個場面我覺得,起碼 符合在B-19剛才所講的 起碼後方不是太穩陣,但前場那裡其實差得挺好看的 再加上李家耀這些球員 其實是有一定的技術質素 真的再浸久一點,或者好像 我聽過另外一些朋友說 如果有多一至兩個 稍為高質一點的外援,帶一帶著的話 更加不得了 其實很多人都比較,深水埗講清這兩類波 當然大家都是以年輕球員為主 但深水埗有一樣東西 大家一定要留意,就是他們本身已經夾了很久 當然個人技術來講是無可置疑的 就算你說的幾位,劉卓軒,黃威 甚至乎陳少軍,李家耀 這些腳下功夫絕對是沒問題的 絕對是上成的,我可以說 在整場球,整個場面來說 你反而會覺得深水埗差比對方更好 但問題只是他們真的欠了一些經驗 某程度上,那場球我覺得 後防,上半場有幾個可以塞的球 如果沒有塞到,對他們的信心有多大的幫助 好,其實我們今天會集中 講一講深水埗對南華這場球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不過先跟大家,這裡首先講一講 這四場銀牌賽首回合的戰果 團門對公民,團門主場出擊 但其實他們是迫和公民2比2 後來周卓鋒進了一個很漂亮的佛球 深水埗迫和南華1比1 即星期六的賽事和和杯 到星期日的時候,和庫大埔主場 就1比2輸給日之傳JC神希 神希真是當老肯成這樣 另外天水為飛馬,也是5比0 大炒這個標準流浪 好,深水埗對南華 我想南華的球員,如果是正路來的 應該賽後有些少少 即是,不是很傻才對的 應該打算吃硬的賽事 大家都知道賽後強哥接受訪問有些不滿 賽前的訪問我都有看過 我也有看過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現在開始和教練磨合 大家都開始知道教練的意思是怎樣 連這場球對著深水埗 南華應該主攻一點 應該會多一點入球的 我看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講和教練的溝通問題 其實我覺得他的想法是 其實球員和高勢安可能溝通上 都還未掌握到他想要練什麼 或者基本上球員未必 那麼服從教練的意思 可能言語上 或者幫他們說一些可逆原諒的藉口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講到這場球他們會主攻一點 會入對球 沒錯,他們在聯賽 是首場運聯賽 作客是贏過深水埗2-0的 但是其實那場球都不是說壓倒性優勢 只不過是把握到對方後防有些失誤 戴倫和蘇沙入球 導致這場球大家都期望說 藍華一定大炒 還要回到旺角牆 雖然旺角牆是割小了2米 左右 即是窄了 窄了 但也比深水埗的場 照道理 但是感覺就是 出到來 除了上半場 我覺得藍華是壓著他們 如果有些小朋友來踢之外 去到下半場 當追回一比一 那班小朋友有了信心之後 你都幾難按下他們 或者這樣說 你說要主攻一點 其實藍華 對著任何一隊的港甲球隊 他們理論上都應該是主攻那隊 我覺得這個說法有少少 可能有少少與病上 又或者是 有少少令到球迷有少少誤解了 即是以往你先勒著勒出來踢 才贏得那麼少 你是不是強哥代表 講的意思是這樣的 我又不認為是 但是 好了 今天的最高無敵的精華 就是我們重溫一下 這個電視的版本 如果你再看重播 已經是CUT了的 CUT了的訪問 但是呢 有好心人 包括你在內 將他傳起了 那個尾CUT的時候 那一刻的真摯一刻的版本 李凱強 真摯流露的 回應回高智超的訪問到底是怎樣呢 阿楓 要夾你的手 打回來看看 身邊就是藍華隊長李凱強 今天看到深水埗 那個防守都幾密集 還有他們的球員下腳都幾狠 對你們來說有沒有影響到呢 完全沒有影響 我覺得足球就應該這樣踢 是我們踢得不好 是我們自己有問題 這個問題呢 不單止是球員 我想有很多問題去解決 這個時候 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 南華是否真的出現了很多問題呢 那個問題是怎樣去解決呢 我們要問教練 是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 這個時間 交回比賽 好啦 其實夠了 有場遊戲 強哥一共講了幾多個問題 有問題的問題 就是 他一共講了幾多次 短短的幾十秒裏面 七個 我打算叫大家猜一下 好 好 很多球員都數到的了 不過 我會覺得他 最初他說到足球應該這樣踢的 是我們踢得不好 是我們自己有問題 這個問題 不單止是球員的問題 我看到他 我肢體表達 我會覺得 他想說 除了球員問題 教練都會有問題 但是他不敢這樣說 跟著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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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有一個精結就是 教練團和球員之間看來 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肯定是出了問題 你看回上一場對港青 其實大炒 大炒五比零 那個陣容其實都看得很順 譬如葛健邦打左邊 蘇沙打前面 就是 副封位 用回 王展宏打回左閘 其實 進攻挺流暢的 那這場球一開始又是 用回蘇沙 但是蘇沙變成打左中場 用葛健邦打右中場 其實這個排陣 去年陳浩然對港會都試過用 是失敗過的 就是上半場是不行的 完全是 不行的 接著下半場再 再調陣 那我不知為什麼 他贏開球突然又要轉過 可能他 我不知道他看不起對手還是什麼 用戴倫加陳兆琦 其實 如果上一場球 以上一次 對港青贏的那場球 用基奧雲來搭著蘇沙 其實 效果是不錯的 也都 比較上 公門有些組織性的 這場球 反而我會覺得 用兩個 那個比較上身形是 衝撞一些 但是 其實 腳下功夫一般的 前鋒打前面 我會覺得 其實那個化粧 不大 另外 就是這個曾經歐洲 找過吃的 就是這個中島法蘭 其實一直加盟了 南華爾來 有些朋友看過他操練 都不是說 一個很高的評價 事實上 落到場的表現 也都是同樣 並不是一個太高的指數評價 下半場也都用王子龍入替了他 那會不會反映到一些東西 是不是他有傷 其實塞的那個波 也是關他的事 在右路霸下去 黃威 他想助攻 但是脫了那個波 他就跌倒扮傷 球證不理他 繼續進行 不繼續進行 他扮傷他已經起不起來了 那波波 在右路去 就是深水埗的右路去 所以黃威那個 完全是沒有人逼的 就是很慵容的 交個球出來 給羅廣威射入 其實我都說 如果你贏球好地地 那個陣容 沒有必要去無端端去轉 就是 起碼你都贏了 差不多才轉 當然 對南華來說 出線 我都不覺得有問題 那你拿了一個作俠入球 但是 我會覺得 是不是應該認真些對待這些對手 講回南華 今屆所引入的外援 譬如中島法蘭 講笑地說 炸傷反而要被換出場 可能真傷那些 都還可以留在場裡 質素一般 如果這些 你都當外援用的話 那就浪費了名額 我大膽地說一句 另外戴倫 我不管以往的資歷有多好 都好 來到香港 給我們的感覺 都是有少少弱不耿風 跌一跌落地 又碰到手腳 手肘位 又要相出 又要被其他球員 機奧運來換入 那麼 一個所謂高大衝刺型的中鋒 都這麼容易受傷 又代表了些什麼呢 看來 南華在撿外援那方面 可能沒有阿歇打的關係 那 不覺得有一個推動的作用 那 起不到一個所謂外援的 一個真正的作用 不過不要緊 這場球都是1比1 其實回到最後 下一個回合 就是去到11月24日 南華會主場對著深水埗 這個是銀牌的賽事 11月24日 說的是幾個星期之後 在大球場那裡打的 相信以大球場的面積尺寸 就更加符合得到 我們其實近 由開季看到現在 南華 雖然進攻是幾有火力 幾強勁 但其實可以這樣說 兩邊斬為主的一個進攻套路 是比較單調一些 看看會不會在接下來的賽事 會有些改變 又或者是高世安教練 究竟還可以留下多久呢 跟著就是去到11月26日 銀牌的賽事 第二回合 公民去回主場對屯門 會在旺角大球場那裡舉行 去到11月27日 就是星期日 分開星期四、六 跟著星期日打兩場 11月27日 星期日 第一場就是 日之前JC神喜 對著和富大埔 亦都在旺角大球場那裡舉行 第二場同樣舉行的賽事 就是標準流浪 在主場 青衣運動場 對著天水為飛馬 銀牌次回合 就是這幾場球的對碰 亦都吊吊球場 執一執位 但是落後了0比5的標準流浪 我想都很難追得回 回去主場 我想都會問的了 五球 我想他們都先顧好聯賽 不過說回南華 其實 看回他們聯賽今年的成績 除了第一場輸給屯門之外 其實就算他贏球 都不是太有說服力 或者對手不是太強的 就是他還是贏深水埗 港青 流浪 這些不是真正 很夠實力的對手 如果他跟著下去 再對傑子 飛馬 就算是公民 都不是容易吃 甚至大埔 都是難踢的 我覺得正如剛才所說 高盛江還坐不坐得穩呢 我也有疑問的 因為你請了外籍教練 又請了這麼多外援 你想怎樣呢 你說要等到幾時才交成績呢 現在這個是本地的 第一個錦標賽事 要等到幾時呢 球迷有期望的 我們都很渴望南華可以打倒他們應有的風範 但是的確單靠兩邊斬 似乎中路的直線入心 不多見 另外斬球 其實我們在說 有質素的 都是只有一個人 李開強 如果他有些什麼 可能有些傷患不出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整隊球的發揮呢 其實很難說 好 跟著看下去 都是那句 大家有時間的話 多些入場支持 本地足球就最好了 OK 今天的至高無地時間 來到這裡 星期四再見 拜拜